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7到30号的这个侧方加压的根管的冲洗期进行冲洗 那么整个我们在根管的预备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冲洗 非常好的一个冲洗 它是决定了我们整个根管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成功的关键 好那么现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整个是在根管预备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根管预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器械呢 来同学们我们来学习一下 那么对于根管的预备的器械 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常用到的是IESO的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 那么这个规格尺寸呢 它就指的是有一个是固定的 说第一个说工作端的切割热的长度 工作端的切割热的长度是16个毫米 那么这16个毫米它是恒定普遍的 那第二一个器械的长度 从尖端到丙部的距离 尖端到丙部的距离 分别可以是21 25 28到31个毫米 这器械的长度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的追度 所有的器械的任务的追度 它都是一致的 大约是在0.02 是吧 追度大约是一致的是0.02 所以它的长度每增加一个行 直径就会增加0.02 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掌握到的数据啊 那刚才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提到了 25号的器械呀 35号的器械呀 40号的器械呀等等 是不是啊等等 那么说这个号数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的号数它就等于尖端直径第一乘以100 尖端直径第一乘以100就得到的叫做是器械的编号 那么反过来来讲 我要是知道了这个器械的编号 那么这个器械的尖端直径第一 我是否就知道呢 当然这是可以知道的 是吧 可以知道的啊 好 在60号以前 每一个错的这个直径要比前面的一个号去增加0.05个毫米 而在60号以后呢 每一号错的直径要比前一个号的增加0.10个毫米 一直到150号 这个作为了解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问到这个器械的末端直径是什么 末端直径它就等于是尖端直径第一加上0.32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啊 是怎么来的 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个图片当中 这里它就指的是尖端直径第一 然后尖端直径向后 在这个地方的末端 我们把它叫做末端直径第二 那么第一和第二之间都属于是工作人的长度 工作人的长度肯定不便是多少呢 16个毫米 是吧 16毫米 而我们器械的追度 器械的追度也指的是谁啊 同学们 它都是我们形成的这个器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是吗 那么这个角度同学们 我们说是0.02 是0.02 所形成的这个角度是0.02 当它的直径去增加一个毫米时 那么它的这样长度增加一个毫米时 直径会增加多少 0.02 是吧 0.02 好 现在同学们我们来说这个点 它在这里 这叫做是尖端直径 假定 它的这个器械的号数是30号的器械 那么尖端直径第一等于多少 等于0.30 是吧 等于0.30 好 那么距离尖端直径是在一个毫米的时候 尖端直径看一下啊 它的尖端直径每增加长度每增加一个毫米 它的这个直径就会增加0.02 所以距离尖端是在一个毫米的地方时 这个直径是多少 直径是不是就是0.30要去加上0.02 对不对 是吧 对 这是一个 是吧 这一个啊 好 那如果距离它的尖端的直径是在两个毫米时 应该是有所形成的这个直径再加上谁 0.02 它就等于尖端直径第一加上0.02乘以几 乘以二 是吧 乘以二 那么我们依次类推 推推推推 而距离尖端的这个长度是在16个毫米时 是在16个毫米时 它是不是等于第一加0.02乘以16 那么它是不是就等于是第一加上0.32呢 是吧 0.32呢 是这样子的 是吧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末端直径第二它就等于第一加上0.32 而这个0.32它其实就指的是0.02乘以16 乘以16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所能够看到的数据啊 好 同学们 我们再来推理一遍 再来推理一遍啊 那么第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尖端直径指的是谁 第一 末端直径指的是谁 第二 那么第二它就等于第一加上0.32 这个0.32它就等于是0.02乘以16 那0.02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追度 那这个16指的是什么呢 是工作热 那么这个工作热就指的是从尖端直径到末端直径的具有螺纹的这一部分 这叫做是工作热的长度 工作热长度 而从尖端到丙部的时候 我们所距离的长度是多少 可以是21 25 28 一直到31 是吧 一直到31啊 这是我们在气线这里面能够学到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看这个气线的号数是多少 30号的号数 那么请同学们告诉我啊 第一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0.30啊 是不是啊 0.30啊 好 那么他再向后面 这叫做是末端 末端就等于第二 第二等于第一加上谁 0.32 他就等于0.30加上0.32 好了 那么第一到第二之间 这叫做工作热 工作热长度是多少呢 16个毫米固定不变 追度是多少呢 追度是0.02固定不变 是吧 0.02固定不变 而这个气线的长度 就指的是从他的尖端 一直到什么地方 屏部的距离 这个地方的距离 他可以变 可以有不同的长度 但每一核当中是一样的 分别指的是21 25 28到31 是吧 到31个毫米啊 这些都是 这是气线的问题 那么第二一个 说气线在临床上 根据他的这个号数的不同 将他进行编号 编号时分别叫做白黄红蓝绿黑 在15号之前分别叫做680 680后代表的颜色分别是粉灰紫 是吧 粉灰紫啊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粉灰紫 白黄红蓝绿黑 是吧 这几个颜色 这是器械的手柄的颜色 那么在器械使用过程当中呢 我们分为两大类型的器械 一类型就是手用的不锈钢器械 一类型呢 就是我们所用到的机括的器械 先来看一下啊 手用的不锈钢器械 手用钢的不锈钢器械 我们将其分为 K型的器械和 H型的器械 K型的器械和 H型的器械啊 而这个K型的器械 我们又将其分为 K型的根管的 扩大针 或者叫做是扩大器 而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是K型的根管错 叫做K型的根管错啊 其实它是这样去分类的 那么这个器械呢 你从它的这个 螺纹的这个泡面上 同学们看一下啊 K型的扩大针 它最常用的是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 但是它其实它的泡面上 也有碰到的是这种正方形的啊 K型根管错 它呈现为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H型的根管错 H型的根管错 呈现为什么状 豆点状 那么这种豆点状 你就能够想象得到 它是不是容易发生折断呀 所以它是用于直的根管 它是不能够用于弯曲根管的啊 好 先来看一下 K型的扩大针 针同学们 尖端有没有热呢 尖端有热 是吧 那么这种尖端的比较锐的地方有热 说明它就容易导致侧窗 是吧 所以同学们永远记住一个点 上帝是公平的 上帝给这个根管的扩大 真给了一个热 那么我就会收回它的一样东西 收回它的一样东西 它的螺纹的密度是比较的稀疏的 是比较稀疏的 每一个毫米大约去转到0.5到一个圈 一圈 这就行了 是吧 这就行了 它是用于探查通畅根管 叫K型的扩大针 而相对于扩大针来讲 叫做根管错 那么这个根管错 就是临床上最常用到了这个 而它的尖端 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的尖端它是比较的重 所以在临床上使用过程当中 比较的安全 那么上帝收回了它的尖端的任务 又给予它一样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会导致它的螺纹叫密 螺纹叫密 每一个毫米大约要转一圈半到两圈半 而前面的那个扩大针是只转半圈到一圈之间 所以临床上应用它最广泛 这叫做是K型的根管错 那么根管错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H型错 H型错呢 它呈现为螺旋形的切槽 那么你看这个切槽 切槽明显吗 切槽很明显 那么这种切槽很明显 你要是给它进行抛面时 看到它呈现为豆点状 说明它非常的容易发生折断 所以它的动作只能是一个提拉的动作 根管里面分了绵碾 我要知道这个绵碾要取出来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就用到的是H型错 所以它非常容易折断 适用于角质的根管 角质的根管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主要给同学们提到的器械有两大类 一类是H型的 一类是K型的 那么H型的器械叫做是根管的扩大器 根管的扩大器 我们把它根管扩大针 针的尖端有没有热呀 有 罗文怎么样 上帝生回他一个 罗文叫西书 是吧 罗文叫西书啊 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根管错 根管错的尖端有没有热呢 根管错的尖端 他没有 没有相对来讲 他比较的安全 所以上帝又给你他一个东西 罗文叫怎么样 罗文叫密 是吧 罗文叫密啊 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另外呢 H型器械 H型器械的横泡面 呈现为什么状 痘点状 那么这种痘点状的情况下 容易发生折断 是吧 所以他只能够用于一些 直的根管 啊 好 那么知道这些点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他对于整个的扩错的方式 扩错的方式里面是有两种的 一种我们发他叫做是错事 一种叫做是钻石 那么这个钻石 他是要旋转的 旋转的 而错事 他最主要的就是到达工作长度之后 向上提拉 提拉 他是不包括旋转的 错事 他是不包括旋转的 不包括旋转 而这个钻石 他主要是具有一定的旋转的作用 啊 旋转的作用 好 这是器械的问题 那么现在同学们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根管的扩大器的尖端有啥 我说有热 所以他的穿透能力强 容易产生侧穿 但是他的螺纹叫稀疏 是吧 叫稀疏啊 螺纹稀疏 所以他的侧臂切割能力较弱一些 而根管错呢 尖端有谁 有热 没有热 相对来说 他尖端的穿透能力就比较弱 使用过程当中较安全 那么上帝又给予他一样东西 螺纹叫蜜 是吧 螺纹叫蜜啊 这是一个 那H型错 H型错 横托面呈现为什么状 痘点状 那么这种痘点状的情况下 我们说容易发生折断 是吧 但他的沟槽比较的深 所以他的侧臂切割能力是强的 是吧 他是强的 但是我们说容易发生折断 只能够用于宽松的更挂 直的更挂 这是手工的器械 那手工的器械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机用的器械 机用的器械里面包括的第一个叫做是G型的扩孔钻 G型的扩孔钻前端你看有一个安全洞头 所以说他断的过程当中是在断头的偏盛放这一点地方 他会容易发生折断 C型的编码从1号到6号 从1号到6号 那么他所对应的任部的直径分别是0.5到1.5个毫米 那么这个他主要是用于开口这个灌方 是吧 灌方的更挂的这样的一个预备 那么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长度前牙和后牙还不太一样 后牙相对来说要的比较的短 它是28个毫米就像 是吧 28个毫米就像 那前牙可以用到32个毫米 这是G型的扩孔钻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是涅态激活器械 涅态激活器械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的多 多的原因是因为这家伙 他的柔韧性好 记忆性强 记忆性强 所以说当你给他进行运弯了之后 他对于这个形态 他还有记忆 他可以减少穿孔和台阶 可以减少穿孔和台阶 保持较好的根挂的形态 保持较好的根挂形态 所以他特别适用于弯曲根挂的预备 特别的适用于弯曲根挂的预备 这是涅态器械它的优点 那么涅态器械我们可以用到的是 Protable Protel 还有M2 以及TF器械 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Protable Protable器械它总共有六支 三支成型错三支完成错 三支完成错 而三支完成错 它的这个尖端的这个追度 分别是0.7 0.8和0.9 而前面的手工器械的 它的这个追度是多少呢 0.02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器械的追度是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临床时 用到的就叫做 大追度的激扩器械 大追度的激扩器械 记住这个就可以 那么M2器械 它在这个切割热的地方 呈现为一个斜体的S型 TF型横断面是一个三角形 了解 这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器械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那么这种并发症就包括了 最最主要的一个枪壁的穿孔 枪壁穿孔 枪壁穿孔 它包括了随时壁的穿孔 和根管壁的穿孔 是吧 根管壁穿孔 那么这种穿孔的情况下 要么就是你对人家的随枪解剖形态 不太熟悉 是吧 不太熟悉 所以呢 当如果出现这种穿孔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修补 小的穿孔 我们可以用氢氧化干 或者更好的材料 尤其是在几三分之一以上的这种穿孔 时候用MTA进行修补 这个是很好的 这第一个穿孔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器械分离 是吧 器械分离 所以在每次使用器械之前 一定要去检查这个器械 看看器械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裂痕 或者是它的这个某一个地方 出现了比较薄弱的地方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去检查 仔细检查 仔细检查不太好了 之后重新画新的器械 这最主要的 而一旦这个器械 它整个段进入到根管 那么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把它取出来 想办法取出来 把这个根管去扩大 扩大了之后 从官方从这个仅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把它就可以取出来 那取出来之后呢 那如果说生物 生物的时候呢 稍微生一点可以用到H型错 H型错 那卡在这个根管里面 它就死活取不出来 超出了根间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什么 要用根间手术取出来 这是器械的分离的处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软组织的化学损伤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个药物叫做次律酸纳 浓度是多少呢 百分之2.5到5.25的次律酸纳和17%的谁 EDTA 是吧 EDTA 那么这个药物其中的次律酸纳 它的刺激性强 杀酒能力也强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建议使用小皮帐 是吧 一旦这些组织溶液进入到了皮肤 进入到眼睛 立即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掉它 冲洗掉它 这是软组织的损伤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枕肩急诊 枕肩急诊 当我们处理完了之后 这个患者的脸 哎呀 肿起来了 呼呼呼肿起来了 或者等我们做完根管的预备了之后呢 他晚上说哎呦疼了 我是睡不着 是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根据他的典型的情况 患者说呀 隐隐约约的就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有点疼 那么这个只有可能原因就是疏后的反应 所以可以让患者进行口服一些齿痛的药物 或者通过调和去避免咬合的闯伤 从而去缓解症状 那么疼痛症状比较的重的情况下 你会告诉患者 你不行把你分的那个药 用这个家里头 用这个针 把它进行挑开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根管通畅 是吧 等于是开放了 是吧 等于开放啊 好 那么出现了严重的浓肿 脸就肿起来了 闷诊的时候还有波动感 那这时候就需要给他进行切开应用 必要的情况下 要全身使用糖生素 这是关于我们在进行根管的清理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处理啊 这个相对应的来讲 比较的简单 比较简单 好 前面的根管的预备 那根管预备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根管的消毒 根管的消毒 其实呢 我们的根管的冲洗药物 它具有一定的消毒的作用 但是像一些严重的改良的根管 慢性的牙髓炎啊 以及我们的根肩中炎啊等等 我们可能会需要再次的去分药 那么这种分的药物就叫做是消毒药物 消毒药物 目前最常使用的临床上最常使用的是前面的几类 是吧 前面几类 但是呢 临床上可能会用到了一些比较这个难以的治疗的这个复杂的病例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后面的几个药物给它大致做到一些补充 目前使用的最常用的消毒的药物是清氧化钙 清氧化钙 清氧化钙它呈现为强减性的9到12 是吧 所以说它的杀举能力强 但是它的刺激性小 可以在根管里面分药一周的时间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针对于严重感染的根管 甚至出现了坏G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杀举能力最强的 最强的是谁 FC 甲确甲分 是吧 FC 那么它的杀举能力最强 对于根筋部组织的刺激性也是最大 也是最强 同时它容易产生半抗原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严格的注意 这是甲确甲分的问题 那么比甲确甲分 它这个比较的弱一些的 杀举能力比较弱一些的 就是胶脑分 胶脑分它适用于感染较轻的根管 感染较轻的根管 腐败坏死的年轻恒芽用谁 用木柳油 腐败坏死的年轻恒芽我们用木柳油 那另外一个严重感染的经久不遇的时候 可以用抗生素和奇数 是吧 抗生素和奇数 那么这个奇数我们可以用到的这叫第三米松 抗生素用四环素的药物 是吧 四环素药物一盐成粉末 用这个第三米松进行调和 进行调和 最后像这种生质机外漏的 或者是胜出比较多的 我们就用的是点法 这是根管里面的消毒药物 是吧 那关于根管的消毒药物里面 同学们 目前最常用的是谁 氢氧化钙 杀菌能力强 次去性小 分药分几周 一周的时间 那第二个就是杀菌能力是最强的 是吧 刺激性也是最大的 同时能够产生半抗原的是谁 FC 它适用于严重的根管 坏区的根管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CP 张老芬 那么张老芬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叫做感染较轻的根管 感染较轻的根管 用到的是CP CP之后呢 还可以用到木硫油 木硫油里面化农的根管 年轻横牙的根管 用谁 用木硫油 那么经久不育的时候用谁呀 抗生素加上 激素 是吧 抗生素加上激素 深至其外露导致化学性灼伤的 或是根肩部的胜出比较的多 那么这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谁 可以用点法 可以用点法啊 这是我们临床上所使用的一些 根管的消毒药物 那么进行了根管的预备 出预备 然后成型 根管冲洗了 封药了 那最后要进行根管的充填了 是吧 根管的充填里面 同学们看一下根管充填的时机 根管充填的时机 经过严格的根管预备和消毒之后 患者他没有临床的主观症状 而医生检查的过程当中 他也是很好的 就可以做根管的充填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 患者没有主观症状 自个儿不疼 是吧 你患者告诉你自个儿不疼 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 斩分材料是完整的 根管里面没有意外 没有胜出 是吧 没有胜出 这时候我们都可以给他进行充填 那么另外两个 根肩部如果出现了透射影像时 可不可以给他进行隔冲 可以 根肩孔的这个漏管 没有完全的闭合的时候 能不能给他进行隔冲 可以 是吧 可以这两个并非是进行根管充填的绝对的禁忌症 可以 因为根冲材料里面 他就具有一定的杀菌的效果 是吧 杀菌的效果 这是在根冲的时机 根冲的材料包括的是两大类 两大类 那么这两大类一个是硬性的 一个是这个弧极型的 但是他们要求的性能 看一下啊 具有持续的杀菌的作用 而在于根管充填之后体积不收缩 无毒无害 不使牙体组织变色 不使牙体组织变色啊 并且能够促进根肩周病变的愈合 所以这个漏管啊 还有这个透射影像啊 并非是这个充填的绝对的禁忌症啊 它是可以的 它可以 由此我们说两大类 一类就叫做是硬性的跟踪材料 那最最主要的是谁啊 是牙胶胶 是吧 是牙胶胶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胡基型的 胡基型的包括了氧化性冰箱油啊 氢氧化钙啊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的根管的封闭器 是吧 封闭器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 比如说树脂的聚合体啊 MTA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根管的充填的材料 那么器械里面看一下 这个螺旋输送器 它是不是有螺纹 把胡基可以导入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侧方加压器 是吧 侧方加压器 这个呢 同学们也是 是吧 侧方加压器啊 好 这是根管的充填的器械 那么充填的方法里面是两个 一个是冷牙胶侧方加压法 一个是热牙胶的垂直加压法 同学们了解一下啊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根管的这样的一个充填 要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主牙胶间 主牙胶间 那么这种主牙胶间 它要跟主肩措施相匹配的 相匹配的 那么测量的工作程度 要去到达工作程度 当然有时候你会发现 到达这个根肩部的时候 它这个预备完成了之后 这个主牙胶间 它就有点松 那么这时候可以将主牙胶间的尖端 稍微的处理一点点 处理0.5个毫米 使它在进行抽出过程当中 有回拉阻力 这是主牙胶间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选择的器械是主肩措 是侧放加压器 侧放加压器要与主肩措相匹配 当插入到根管里面时 主牙胶间在这里 这个侧放加压器进入 进入之后呢 它比工作长度少 1到3个毫米 比工作长度少 1到3个毫米 这是器械的选择 那么器械选择之后 要将根管进行准备 所以你进行了根管内的分药 是吧 然后用这个固氧化氢和刺绿酸钠 中间加上生理盐水 交替冲洗 冲洗用这些直拈进行吸干 吸干之后调半根管的封闭剂 用螺旋输送器 这个少量分次送入 一次不能带入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会容易产生气泡 是吧 产生气泡之后 我们在主牙胶间上 稍微的占取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根管的封闭剂 深入到根管里面 速度要慢 避免发生气泡 发生气泡 那么深入到这个主牙夹间之后 插入这个插入这个测方加压器 插入测方加压器之后 插入到根管里面 直至距离工作长度一个毫米的地方 然后短暂停留几秒钟 几秒钟之后我们再去旋转 旋转180度 将测方加压器取出 取出之后再填入腹间加压 腹间加压 直至整个根管里面严密充填 那么严密充填之后 用这个挖器从根管口切断 用酒精棉球去清理随时 那这是整个的一个测方加压的过程 测方加压的过程 所以在测方加压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同学们 我们要去干什么 选择主牙胶胶 这是一个主牙胶胶 要个到达工作长度 如果说有点的宽松 可以减 减掉多少呢 0.5个毫米 这一个啊 那减完了之后 我现在要给它进行一个测方加压器的选择 测方加压器要与主牙胶胶 主肩错相匹配 插入根管里面与主牙胶肩之后 那么它距离工作长度的距离是多少 一到多少 一到三个毫米 是吧 三到毫米 这是主牙胶尖和三方加压器 选择之后呢 就我们要进行根管的准备 根管的准备用次氯酸钠 还有这个EDTA胶地的冲洗 胶地冲洗之后呢 用棉纸棉碾给它吸干 吸烟之后导入弧迹 螺旋输送器导入弧迹 导入弧迹的过程当中要慢 快的话容易产生气泡 好 从弧迹导入之后呢 我们再用主牙胶尖占取少量弧迹 导入到根管里头 用侧方加压器加压 停顿十数秒钟的时间 数秒钟的时间之后 再去逆时针的旋转 旋转180度 将侧方加压器取出 然后再去重入 辅迹再加压 辅迹再加压 直到根管里面 严密充填 是吗 严密充填啊 记者一定要去停顿 数秒钟的时间 因为这个牙胶胶 它也有一定的弹性 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弧迹 也没有发生硬化 所以你等待数秒钟的时间 让其能够形成固化 固化过程之后 形成的这个空隙 它就会比较的明显 比较明显 这是第一个 测放加压 那么测放加压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是 热牙胶的垂直加压法 热牙胶的垂直加压法 我们有一个叫做是 叫做是这个热的传感器 是吧 所以说太过于细小弯曲的根管 这个是不能用的 不能用的 同样的我们要去选择的是 主牙胶胶 那么这个主牙胶胶 它是大追度的 因为我们预备的器械 是大追度的 是吧 那么大追度的这种 非标准的主牙胶胶 距离工作的长度是 0.5个毫米 就是我们的尖端 还是可以去掉 0.5个毫米 同样将根管给它进行准备 准备之后呢 选择加压器 那么这个加压器 在根管里面能够 无妨碍的 自由的上下的用动 不接触到根管壁 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是它的一个目标 好 那么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 在根管里面涂上 一薄层的封闭剂 放置主牙胶胶胶 放置主牙胶胶之后 将其中的这个热携带器 然后给它进入冲入 冲入之后 一点一点一点的向下加压 加压 加压只到完成根肩部的多少呢 三分之一段 那么这个三分之一段完成之后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使根肩三分之一 能够严密的充填 严密充填之后 我们再去加入牙胶胶 可以结成小段 一点一点一点向上 从而完成主根管的 灌三分之二的 这样的一个充填 那么这是垂直加压法 当我们加压完成了之后 可以在根管口的下方 是吧 根管口的下方 给它用锐利的挖器 给它进行挖除 用酒精棉球擦紧 擦紧 这是我们整个的两种的 充填的方法 其中这个测方加压法 测方加压法 同学们要把它的整个的过程 要去了解 要学会去叙述它 好 再来看 当我们充填完成了之后 在X线片上 所能够看到的 根管里面的这个充填的情况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有三个表现啊 一个是洽田 一个是差田 还有一个是超田 来先看片子 在片子上 我们首先能够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 哎呀 充填完美 是吧 充填完美 它距离跟肩部的距离 是0.5到2个毫米 是吧 0.5到2个毫米 根管里面有没有透射影像 没有 这是一个大堆度的牙胶 是吧 所以说它充填完成了之后 这叫做是严密充填 跟肩部是没有透射影像的 是没有透射影像的 这叫做是洽田 那么洽田之外 两种情况都不好 一个距离跟肩部的距离太长 超过了两个毫米以上 并且可能在根管里面有透射影像 所以说这种衡量的标准 它是两个衡量标准啊 一个是以长度进行衡量 一个是以宽度进行衡量 长度距离跟肩部的距离 是在0.5到2个毫米 宽度是根管里面能不能有透射影像 不能有透射影像 是吗 不能有透射影像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两个衡量标准 所以恰田它两个方向 一个是长度距离跟肩0.5到2个毫米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根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不能出现透射影像 X线的透射影像 这叫做是恰田 恰田 好 那如果是欠田呢 两个方向缺一不可 距离跟肩部超出了两个毫米以上 或者说它的这个距离是0.5到2个毫米 但是它里面出现了透射影像 只要出现二者有其一 我们把它都叫做欠田 超田 就是填满了根管 甚至是超出了根肩孔 这叫做是超田 所以在X线片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啊 两个方向的衡量 距离跟肩端是在0.5到2个毫米 根管里面能不能有透射影像 不能有透射影像 才能叫做恰田 就两者都具备才能叫做恰田 而欠田或者是差田 那么这两个缺其一 要么是距离跟肩端两个毫米以上 要么是虽然工作长度到达了距离 根肩端的距离是0.5到2个毫米 但是在根管枪里面留有透射影像 留有透射影像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差田 叫做差田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不仅填满了根管 并且还超出了根肩孔 这个把它叫做是超田 是吧 叫做是超田 好 这是根管的冲田 冲田了之后呢 要对它的疗效进行一个评判 那么这个疗效的评判 同学们 这也是一个重点啊 这是一个简单题 对于根管的冲田疗效的评判 中华医护学会 以及WHO建议 在冲田后 至少几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要给它进行这个评判标准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一个 在评判的过程当中 最最主要的是看它的X线片 其实它棚量标准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患者的自觉症状 一个是X线片 那请同学们来看 将其分为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说患者无自觉症状 临床检查无异常 X线片无异常影像 这叫做是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痊愈 痊愈啊 没有自觉症状 临床检查时候无异常 X线片上无异常表现 这是痊愈 那第二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有效 有效是无自觉症状 无自觉症状 临床检查的时候呢 它也是没有功能的异常表现 但是X线片上并没有完全的异合 而情景表现为透射区的这个影像会减少 是吧 会减少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是有效 是吧 有效 就是你好 我好了 但是它不好 是吧 它不好啊 有一个是不好 那最后一个都是大家都不好 有自觉症状 功能临床检查的时候功能异常 然后透射区不变 或者增大 或者人家之前没有通过你这个手术治疗之后呢 它又有了 这是跟肩部出现了透射一项 我们把这个叫做是无效 所以呢 这叫做痊愈有效和无效 在进行根管的充填之后 疗效的评判 一个是时间 两年 一个是评判的标准 有没有自觉症状 临床检查 有没有异常表现 功能是否良好 以及X线片的表现 啊 同学们 这是一个简单题 要进行掌握 是吧 要进行掌握啊 这是我们在整个的根管治疗里面 RCT里面所提到的点 最后我们大体的来说一下啊 那进行根管的治疗 首先我是不是要给他进行一个器械的准备 跟患者进行之前同一书的签署 然后呢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根管的复杂形态的一个衡量 是吧 衡量啊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进行准备的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根管的复杂性 它有一定的弯曲程度 这个弯曲程度 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是直根管呢 小于5度叫做直根管 中度弯曲的根管 它是在多少 10到20度之间 那如果它是一个重度弯曲的根管 重度弯曲的根管是在多少度 大于20度 是吧 这是根管的复杂形态的衡量 然后将根管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情况分为三种 一种我们把它叫做是什么根管 叫做是这个活水 是吧 活水 急性的牙髓炎 以及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牙髓炎等等 这都是属于活水 那这时候叫做开随开放 或者开随减压 或者叫做是开随拔随 是吧 开随拔随啊 这是活水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死随牙 死随牙 它是一个严重感染的根管 第三一个是谁 第三一个是在治疗的牙齿 其中说死随牙里面 我们的这个细菌进入的厚度 大约是多少 200到500个微米 200到500个微米啊 好 这是根管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性 那么复杂性之后 我们现在决定要去做根管治疗了 那么做根管治疗时 首先第一步 我是不是要进行开随 是不是要进行开随 开随的时候呢 我们的前牙是在蛇窝处 呈现为什么形 圆形 而我们的前膜牙的时候 叫做是卵圆形 卵圆形 哪个进场 假蛇进场 是吧 这是前膜牙 那么对于膜牙的时候呢 上和的膜牙 上和的膜牙 偏哪一侧 偏二侧 是吧 呈现为一个圆三角形 下和的膜牙的时候 呈现为方形 这是开随 开随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不是能够将水底 彻底的接除干净 复制彻底的去除干净 然后能够看到直视条件下 看到根管口 以及在器械能够直线到达 这叫做是开随的标准 好 开随之后要干什么呢 要进行工作长度的测量 WL WL必须要选择谁 参照点 参照点时对于前牙 选择的是切端作为参照点 而对于后牙的时候 选择牙胶 或者是这个动牙 作为参照点 到哪里 到达牙骨质牙本质界的位置 这叫做工作的长度的测量 是吧 工作的长度的测量 好 那么测量完了之后 给它进行拔碎 或者给它进行严格的 这样的一个冲洗 冲洗之后就进行根管的预备 那么在根管的预备 这其实也是一个名词 同学们 要知道它的概念是什么 名字解释 就通过基线的方法 去除牙本质类的 这样的一些感染的牙本质 是吧 那么它的预备时有几个名词 第一个 第一个 把它叫做什么错 根管的通畅错 是不是能够到达 根肩狭窄处的一个最小号的错 叫做是根管通畅错 而到达根肩狭窄处的最大号的错 最大号的错是谁 是不是就指的是出错 好 完成根肩三分之一预备的最大号错 这叫什么错呢 叫做是出错 为了消除台阶一定要选择小一号的错 或者是用主错给它进行回错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又叫做是回错 这是根管的预备当中的几个错的问题 那么错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给同学们提到了预备的方法 预备的方法 那么工作长度每去增搭一个号数 工作长度不变的 不变的这叫做是什么预备 叫做是常规法预备 是吧 叫做是常规法预备 好 那如果说工作长度会变 这叫做逐步后退法 逐步后退法 逐步后退法分几段呢 重点啊 三段 根肩三分之一的时候 工作长度变还是不变 不变 不变 而完成根肩三分之一预备 到达根管的中段预备的时候 才逐步后退 每换一个号数器械的这个长度 工作长度会增加一个毫米 会增加一个毫米 那最后一个就是官方的预备 那么在官方的预备的时候 用的是谁 计算 计算的时候工作长度要去减少 两个毫米 这最主要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官向下技术 这是一个基础 以及叫做是逐步的 升入法 是吧 逐步的升入法 适用于弯曲的根管 这是四种的预备方法 在预备的过程当中 要不断不断的进行冲洗 进行不断不断的冲洗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冲洗的药物 冲洗的药物 冲洗的药物里面 最主要的是谁 是不是我们叫做是17%的EDTA 加上谁 次氯酸呢 是吧 次氯酸呢 次氯酸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2.5% 或者有时候叫0.5% 更小了是吧 到5.25%的次氯酸呢 黄金搭档 EDTA去除的是谁 去除的是电污层 而次氯酸呢 去除的是谁 是坏死组织 当出现有钙化的时候 还是用了谁呀 EDTA 交替冲洗 绿氨剔 还有这个绿脊钉 以及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固氧化氢 这个生命盐水 它都是可以进行 这个根管的冲洗的 是吧 根管冲洗之后 我们再去进行根管的分药 最常用的是谁 氢氧化钙 好 杀剂能力最强 刺激性最强的是谁 是FC 是吧 用于什么根管 严重感染的根管 坏区的根管 那感染较轻的根管的时候 用谁呀 用CP 那年轻横牙的时候 化膿的时候用谁 用木流油 金酒不育的时候 用抗生素加上激素 胜出比较多 而对于这样的一个 生质机外露引起的 这种化学性的根结周炎的时候 用谁 用点法 是吧 根管内封药 根管内封药之后 最后就是根管的充填 充填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来想一下 我们在进行根管的充填时 在进行根管的充填时 它的充填时机是什么 充填时机 是两个方向 患者有没有自觉症状 没有自觉症状 而通过医生检查 它已经完成了良好的根管的预备 并且里面为无胜出 有没有臭味 无臭味 这就可以进行根管的充填了 根管的充填时有几种方法 侧方加压法和垂直加压法 是吧 是两种方法 那么充填完成了之后 它的横量标准是借助于谁 三种情况 一种叫做是痊愈 一种叫做是有效 一个叫做是无效 这个同学们 这也是一个重点 是一个重点 痊愈就是X线偏上是正常的 患者的症状是正常的 临床检查也是正常的 大家都好 而有效呢 谁不好了 就是这个X线偏上 它的这个透射影像 它是缩小了 它仅仅是缩小了 这叫做是有效 无效就是谁谁谁都不好 是吧 评判的时间是几年时间 两年后再进行评判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的 根管治疗里面的问题 当然根管治疗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 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 经过这个根管治疗了之后 有的人他是在外院 做了这样的治疗 那么现在通过你检查 它是一个欠填 或者它是一个差填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欠填 差填 或者是一个叫做是超填 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那么像这种 如果是欠填 或者是超填 导致根管治疗失败的 根管治疗失败的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什么呢 给它进行根管的再治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当你进行了这个根管的第一种情况 X线片显示充填不良 那么第二种情况 感染了根管引发的新发病毒 就你做过根管治疗了 但是它又新发生了根肩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需要重新做 灌部有修复体破损或者是裂系 唾液进入到了根管系统超过了30天 超过了30天 以及根管治疗之后4到5年的时间 这种根肩周的病毒仍然持续存在 是吧 持续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根管的再治疗 那么根管嵌田的没有临床症状 在新修复体制作前 新修复体制作前 也是需要给它进行根管的这个再治疗的 以及根管治疗后4年的时间 是吧 4年时间你重新做这个装口罐修复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重新做根管治疗的 那么在这里面要记住啊 一个是4年的时间 就根管治疗之后 那么4年的时间你要重新做这个修复体啊 或者是4年以后 它这个病变依然存在 都要做再治疗啊 再治疗 那么根管的再治疗里面的这个方案啊 就通过各种的方法 包括了这种化学的药物 或者是这种显微外和显微镜 介入之后去寻找它的这个根部的入口 这是一个方向 那出现这个之后呢 我们去进行把里面的这种物质去取出 是吧 取出 取出之后到达工作长度 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地方它是最最繁琐的地方 就里面的更充物要取出来 这最麻烦的 好 那么在取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要给它进行溶解 那么根管预备时用次力酸钠给它进行冲击 用次力酸钠可以给它进行冲击啊 那么整间风药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药物可以选择清氧化钙或者选择滤击进行风药 或者选择滤击给它进行风药啊 这是一个 那么当然这个滤击击它可以用到根管在治疗里面的末次冲击 墨次冲击也可以用到这个滤击 是吧 那风药之后呢 我们对于临床症状消失的情况下就可以给它进行热牙胶的充填技术 这是根管的再治疗了解一下 是吧 了解一下啊 好 那么根管的再治疗之后可能还会出现有一些问题 你说再治疗之后韩失贝了呢 是吧 再治疗之后它依然失败了 以及我们器械的折断你取呀取取不出来了 或者说你要通过手术的方法去探查一下根肩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时候就要用到的是叫根肩手术了 叫根肩手术啊 所以说根肩手术相对于根管治疗来讲 它的正常的路径是从根肩孔的地方走 而不是从灌方走 所以说它是一个道德向上的 把这种由于根管治疗失败 并且不适合做根管在治疗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根肩部的手术 包括了它的灌部有一个良好的装灌修复体 人家选择的是一个金合金 硅金属的一个烤瓷融负金属全灌 是吧 那你想想你把那个灌人家做的特别好 你如果要是做这个去掉的话 有点有点太舍不得 是吧 舍不得啊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无法取出的折断的器械 器械折断在里面了 没办法去取出根管滔田无法修补的根管的侧窗 是吧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选择根肩切除的 这是一个 那另外就是在治疗失败了的 以及严重的根管的解剖变异的根管的钙化呀 根管的严重的弯曲呀等等 是吧 等等啊 这是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的 它的适应针 是吧 适应针 那么知道适应针了之后 要去了解它的近期针 就你要做一个手术 你起码知道它哪些地方是不能做的啊 那么有时候说这个根监口的这个下方 有一个下颌神经管而走行 那同学们就想一下啊 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临近有重要器官是你不敢做 下方有这种下颌神经管 走行的时候非常容易导致神经的损伤不能做 严重的全身疾病也是不能做 急性的根肩周炎 它是处于急性症状期 急性症状期的时候也是不能做 那另外一个啊 对于根肩部的手术 根肩部的手术 它是需要脚骨的 脚骨要去掉一部分的这个骨头的 所以说如果是根肩周 有这种严重的牙周病变 有这种严重的牙周病变时 我们也不能去选择做这个根肩部的手术啊 根肩部的手术 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他的手术的方法 你要做手术 我先得给他进行局部的消毒 铺筋 麻醉 是不是啊 麻醉啊 好 然后要设计一个切口 设计切口时呢 我们说银沟内的全后把 银沟内的全后把 是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 它其实就特别的跟我们在这个 就是牙周里面讲到的是一样的 牙周里面同学们讲到这个切口叫什么切口 纵性切口 这个切口叫什么切口 水平切口 而我们只不过是讲到了一个 改良的切口 距离银沟的距离一到两个毫米 是吧 这时候我们不用去做 直接在银沟里面进去之后把它全部抛开 这叫做是全后把 是吧 那么这种全后把同学们想牙根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要把组织全部抛起 这样的话组织的损伤它是比较的大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在距离跟肩部的地方 距离跟肩部的地方 越近的去距离它去更好 那么这个切口就叫做是扇形棒 是吧 扇形棒 那么这个扇形棒 它距离银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可以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在三到五个毫米 是在三到五个毫米啊 这是它的水平切口距离银沟之间的距离 那么像这种缺口的话 就会发现它对于组织的创商是比较的小 但是它也有缺点 缺点的话 这一部分做垂直切口的时候 这一部分的这些血管呀 神经呀是容易受到损伤的 是吧 容易受到损伤的啊 好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扇形棒之后 把棒全部翻起 全部翻起 就暴露出下方的这个牙草骨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去骨了 就要去骨了 那么去骨的时候呢 传统的时候去骨范围要在十个毫米以上 但是由于这种显微外科的进入 它的去骨范围只需要去除四到五个毫米就可以 是吧 四到五个毫米就可以 那去骨之后将根间区彻底暴露 彻底暴露后 我再怎么样 我是不是再给它进行截去根间部的组织 那么截去根间部的这一部分的组织 要将其固定 就是根间部的这个肉压组织 先要进行刮除 要固定10%的甲醇溶液固定 固定之后呢 将根间部切除 那么这种根间部的切除 是距离根间部的距离要达到三个毫米 并且是斜着切45度角的这种斜妙去切 因为通过大量的这个研究发现 当距离根间部的距离是在三个毫米时 能够将93%的侧值根管和98%的根间分岔 就能够全部的切除掉 93%的侧值根管和98%的根间分岔 能够被彻底的去除掉 这叫做是根间的切除 根间切除 根间清除之后呢 我们再用超生器械给它进行倒预备 倒预备预备多少呢 预备三个毫米 然后再冲入这个生物水泥MTA 是吧 最后再进行半的一个分合和复卫 这就叫做是根间的手术 是吧 根间的手术 那现在同学们 我们整个的来给同学们说一下 我说这个时候牙根是不是在这里 我先距离营物园之间要做水平切口 水平切口是多少呢 三到五个毫米 然后再去做纵型切口 纵型切口切完了之后 暴露出下方的这个牙草骨 牙草骨去骨的范围是多少 去骨的范围是在四到五个毫米 四到五个毫米 好 那驱骨的范围是四到五个毫米 截除这一部分的牙根 跟肩部的组织是多少个毫米呢 三个毫米 三个毫米 角度是多少度角 45度角 那么这种截除的时候将跟肩部的侧枝 以及我们的跟肩的分歧 能够全部的去除掉 93%的根肩部的这个侧枝 和98%的根肩分歧 能够去除掉 这是截了三个毫米 截了三个毫米之后 我们再进行倒预备 那倒预备的时候预备多少 依然预备的是三个毫米 是吧 依然预备的是三个毫米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整个的手术 那倒预备三个毫米 充填的材料是谁 MTA 是吧 充填完成之后 将整个的半进行复位 进行缝合 这就完成了根肩部的手术 那么这种根肩部的手术 当你完成之后 也要通过我们这个 癌兹性偏一样 要给它进行一个 标准的这样一个疗效的评价 那么这个疗效的评价 在根管的治疗后 这个六个月 一年和两年的时间 要进行复场 成功了 成功了 就是临床 没有临床表现和体征功能良好 X线片上显示骨缺损开始修复和牙周膜形成正常的它已经愈合了 那么失败 失败就是这颗牙齿疼痛啊 肿胀呀 不能行使咀嚼功能 临床检查的时候也有了症状 X线片上显示骨缺损的范围扩大了 骨缺损的范围扩大了啊 这是失败 那最后一个就是观察 观察它没有出现临床的表现 X线片上骨缺损 叫治疗之前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 可以再去等一等 可以去观察 是吧 所以说这种就是它的疗效的评定表现为三个方向 是吧 表现为三个方向啊 而那个根管治疗 它的疗效评定也是表现为三个 一个叫做是痊愈 一个叫做是痊愈是吧 一个呢 我们把它就叫做是什么 有效 是吧 有效 一个就叫做是无效 而这里面我们是成功观察和彻底的失败 都是它的衡量的标准 衡量的标准 好了 同学们 我们整个牙体牙髓的内容就全部就讲述到这里了啊 那么牙体牙髓其实同学们将来进入到临床之后呢 它是一个接触最多的一门学科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在正行我们的这个考研准备的时候 那么要去积极的去准备 不管是在以后的临床中 还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涉猎的考点 它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的多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还有一些名词的解释 我们强调的那些点一定要去记住 那么区别里面其实也是一整块的内容 那么主要的是建立起一个知识的框架 要把我们整体的这个总的这种结构性的东西 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概念 要有一个概念 好了 各位同学们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